第一选区的先议员候选人谢国荣 二十二号一大早率领着竞选团队 到了花莲市的重庆市场 四八市场进行拜票 握着每一位乡亲的手来啃托 希望大家可以疼惜在地 生根有行动力的谢国荣 也希望大家能够让他继续连任 花莲市第一选区先议员候选人谢国荣 二十二号一早率领着竞选团队 来到了花莲市重庆市场 四八市场来进行早街拜票 谢国荣仅握着乡亲的手来和大家致意 再一次的向大家进行啃托 谢国荣表示传统市场食材 能够连结地方在地特色以及文化 在市场能够窥欠一个地方生活的方式 谢国荣表示 家的旁边就是重庆市场 对他来说传统市场的乡亲们 更是他最有感情的好地方 而这次再次参选 恳请乡亲承喜谢国荣 集中选票 十一月二十六号投票当天 票头九号谢国荣让他继续为大家服务 今天昨天抽到九号新银的号码 然后今天早上很快跑到重庆市场 向我们花蓮市的乡亲拜托 让九号的谢国荣仅高票当行 因为我们这个重庆市场离我们最近 我们都每天都要经过这里 来照顾这些的我们的乡亲 所以说我第一站就是来拜访我们重庆市场 的乡亲们 让他们来全力的支持 九号谢国荣 拜托拜托 还有一点 十月二十九号是谢国荣总部成立 早上十点希望花蓮市的乡亲能到我们 高二位日出乡亲大道 十一十月二十九号 早上十点进行总部成立 希望各位乡亲能来支持 谢国荣表示 十九号上午进行总部要成立了 也欢迎乡亲来这里全力乡庭 当天活动也会表演许多与新节目来热闹现场 同时也向乡亲肯托九号谢国荣 恳请大家全力支持来共创花蓮美好新愿景 记得请订阅华师傅老